他被誉为全世界最哀而不伤的电影 他通篇没有一滴眼泪 却让看过的人都默默心碎 他让一个14岁的孩子击败梁朝伟 成为嘎那最年轻的影帝 他本是日本最臭名昭著的气氧案 却被导演试之愈合化为一剂良药 用来温暖人心 他就是豆瓣31万人打出9.1分的神作 无人知晓 本来想把影片的原型 《西朝牙青事件》放在开篇来讲 但是想想还是放在结尾了 否则再美好的影片 也让人心生恶寒了 辅导惠子正带着儿子明问候新房东 他跟房东说他的丈夫在国外工作 儿子明小学六年级 这个家只有他们母子俩 但转过身回到公寓 母子俩急忙打开两个行李箱 里面居然藏着两个孩子 大一点的是弟弟茂 小一点的是妹妹雪 两个孩子憋得满脸通红汗流浃背 他们已经全坐在行李箱里几个小时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 两个孩子没有丝毫抱怨 只是兴奋地打量着这个新家 并马上开始帮妈妈整理衣物打扫房间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被装进行李箱了 而除了冒和雪 还有一个孩子此时正等在地铁站 她是明的大妹妹精子 等明赶去接她已经天黑了 精子同样没有抱怨 只是平静地跟在明的身旁 问着新家的情况 两个孩子到了楼下 精子没有马上跟明上楼 而是隐藏在黑暗中 当明确认没人 精子才悄悄溜了进去 晚饭时妈妈再次强调了新家的规矩 不许吵闹不能被外人发现 除了明其他孩子只能待在房间里 连阳台都被划成了禁地 而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小心翼翼的生活 是因为四个孩子都是黑乎 福岛辉子没有结过婚 但却和不同的男人生下了这四个孩子 我们现在暂且不谈论这个女人过往的情感经历 我们先把视线放到这四个孩子身上 明十二岁 精子十一岁 冒五岁 雪三岁 这四个孩子的年纪 本该在小学和幼儿园里接受教育 但如今却被困在家中 做着与他们身份极不对等的事情 冒和雪负责打扫卫生 精子负责全家衣物的清洗 而明俨然已在这个小小的年纪活成了一位父亲 他每天外出采买家里的全部用品 照顾弟弟妹妹们给全家做饭 晚上哄睡他们后再自学功课 偶尔还要照顾婉归和他醉醺醺的妈妈 可无论是明还是另外三个孩子 他们都没有因为这种与年龄不对等的生活而变得阴郁 虽然他们也向往外面的世界和学校 但他们还是会在妈妈的回复下收拾好心情 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小天地里悄悄的生活 其实孩子们的想法很单纯 快乐也很单纯 只要有妈妈在 只要一家人能每天见到彼此 这就是生活最大的快乐了 但这种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 这天惠子一脸天真地告诉明 他恋爱了 明沉默了 这不是第一次了 只是他已经从从前的期盼变为了现在的平静 因为妈妈每次认真的恋爱后 家里除了多出一个孩子 从未有过其他变化 但让明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真的不一样了 一天清晨 惠子不告而别 只留下了一张字条和一些钱 孩子们不知道他去了哪 不知道他何时回来 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但他们没有惊恐 没有哭闹 只是听话又从容地守护着这个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 惠子走之前给精子涂的红指甲都已经退去 他却仍未回来 虽然明很仔细地节省着家里的日常用度 但生活费还是不可避免的见底了 明只好去找妈妈的前男友们求助 但这些男人如果有一丁点责任心 孩子们也就不会没有爸爸了 他们敷衍明的那点零钱 对于孩子们只是杯水车薪 好在惠子还是回来了 他给孩子们带了礼物 但孩子们仅仅开心了几个小时 因为他们看见妈妈又在收拾行李了 面对失望的孩子们 惠子仅仅敷衍地回答 圣诞节会回来 然后就再次残忍地离开了 明提着行李默默地跟在妈妈身旁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一句苛责一句埋怨 他知道妈妈并不是外出工作 而是去跟他的新男友一起生活了 明不是不想挽留他 只是妈妈想得到幸福的样子 让他不忍心去破坏 最后他试探着问了问妈妈 这句不耐烦的回答让明继续沉默了 他就这样沉默着把妈妈送到了车站 沉默地看着妈妈抛下了自己 去到别的男人那里寻找幸福 没有妈妈的日子里 孩子们依旧按部就班的生活 他们期盼着圣诞节的到来 因为妈妈答应过 到了圣诞节就会回来 圣诞节终于到了 明在路口动得瑟瑟发抖 只是他等待的并不是妈妈 而是便利店打折的食物 面对弟弟妹妹的问询 明也只是安慰说妈妈被工作拖延了 很快就会回来 可其实他已经打电话 去妈妈工作的地方问过 妈妈已经辞职很久了 明有种感觉 妈妈可能不会回来了 但他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们的情绪 所以他只能独自一人承受 随着时间的流逝 孩子们对妈妈回家的期盼越来越弱了 他们嘴上不说不问 可心里都清楚 妈妈将他们抛弃了 他们也明白 没有人再会给他们钱了 孩子们每次吃完泡面 都要把汤泡上米饭留着下顿吃 可即使他们很努力的节约着用度 妈妈留下的那少的可怜的钱 也不够支撑生活了 明想去打工 可没人敢雇佣一个12岁的孩子 最终家里的水电 因为没钱清缴都陆续被停掉了 孩子们不得已放弃了 一直死守的规矩 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他们肆意在阳光下追逐 享受着从未体验过的自由 他们采回花草的种子 种在泡面桶里 种子开始发芽 和孩子们一同坚韧的生长 明经常守在便利店外 好心的店员会把到期食品 偷偷拿给明 孩子们就用公园里的水 解决生活问题 这个炎热的夏天很漫长 孩子们的衣衫越来越破旧 身形越来越消瘦 可他们却从未对着该死的生活 有过一句抱怨 而且他们还交到了朋友 一个因为被霸凌经常翘课的女孩 莎西成为了家里的常客 孩子们不知道未来的样子 可吃上一顿饱饭 已经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可这个夏天还没有过完 雪的快乐就终止了 她摔下了凳子 一条小生命就这样安静的离去了 孩子们没有哭 也没有向任何大人求助 明向莎西借了钱 买了雪最爱的巧克力 然后把她放进行李箱 穿好鞋子 她是这样来的 如今又这样去了 明要带雪去看飞机 她答应过妹妹的 明和莎西穿过西壤的人流 没人知道行李箱里 有一具冰冷的小小身体 明和莎西默默地陪着雪 看着机场的飞机起起落落 然后挖开土壤 将雪埋在了这里 当太阳升起 背上将渐渐淡去 生活仍将继续 这个炎热的夏天还没有过完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无人知晓 这个家中没有妈妈 时间捆绑着寂寞 一个12岁的孩子 老练成父亲去拉扯生活 泡面桶里 种下了种子 长出替代思念的色果 头发长了 衣服旧了 电灯灭了 蜡笔短了 摧飞单变成画纸 装饰了墙壁 那画画的人呢 已入了明和 现在我们回归现实 1988年夏天 东京朝鸭水鼠园接到投诉 上门查访发现 一户公寓内只有三个孩子 长期在此生活 一个男孩14岁 两个女孩 一个7岁 一个3岁 没有水电瓦斯 屋内像垃圾厂一样 散发着恶臭 经过进一步调查 壁厨内发现一个 几个月大的婴儿白骨 再度调查 还有一个最小的 两岁女孩失踪 经过证实 女孩被害 并被抛尸山野 这一切悲剧的源头 是他们的妈妈 为了跟情人同居 隐瞒了他们的存在 并最终抛弃了他们 后经过警方调查 将事件经过还原 1968年 女人20岁 跟男友未婚 生下第一个儿子 随即将孩子送人 1973年 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 男友跟女人说 已经递交了 结婚申请书 并会给孩子 开出生证明 女人信以为真 可直到儿子 到了上学的年龄 却没有收到入学通知 女人这才知道 被男友骗了 男友根本就 没地交过结婚申请书 更没给孩子 办过出生证明 儿子成了黑户 男友也人间蒸发 从此女人开始 跟不同的男人交往 并前前后后 又独自在家 生下了四个孩子 1981年 生下一个女儿 1984年 生下一个儿子 但是一天下班回来 发现几个月大的儿子 含着奶瓶死掉了 女人将孩子的尸体 装进袋子 又塞入大量 除兽机密封后 藏了起来 而这一切 长子都看在眼里 1985年 她又生下一个女儿 1986年 再次生下一个女儿 1987年9月 女人带着四个孩子 和小儿子的尸骨 入住西朝亚的公寓 一个月后 她骗长子 说要去大阪出差 实际是去千叶 跟情人同居 这之后 女人偶尔给孩子们 汇点钱 有时回家露个面 但是1988年1月 她留下一笔钱后 就彻底将孩子们遗弃了 起初长子 很尽责地照顾着妹妹们 但后期长期 在社会游荡 认识了两个初中混混 他们家也成了 混混的据点 4月21日 混混发现 前一天放在这的 泡面不见了 随后在两岁大的 小妹嘴边发现海苔 混混认定 是小妹偷吃了泡面 便用木棍 对小妹进行殴打 后又将小妹 放到壁橱里 叠起的布团上 小妹站不稳 会滑落摔到地上 混混反复将女孩 放上去再摔下来 暴行前前后后 持续了四五个小时 直到女孩身体变得贪乱 第二天一早 女孩身体冰冷僵硬 彻底死亡 长子本想学妈妈 处理弟弟的方法 将尸体放在袋子里 再装上除臭剂 但由于除臭剂不够 尸体很快散发出味道 长子便伙同两个混混 把妹妹的尸体 装进行李包 连夜坐电车 到支付室大工的 杨山公园 咱们邻里丢弃 后来混混的证词表明 起初长子 也一起参与了 对小妹的殴打 但后来进行了劝阻 并对小妹进行施救 事发后 长子被送到了少管所 又转去了 儿童福利机构的教护院 两个妹妹 被送去其他保护机构 另外两个少年犯 由于不到刑事责任年龄 被保护管束 孩子们的母亲 因抛弃子女 被认定小女儿致死的原因 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因为女人发誓 会和现在的同居情人结婚 并好好照顾孩子 最后两个女儿 被母亲领回 并生活在一起 而长子消息不明 我查了很多资料 都没有后续的消息 如果有朋友恰巧知道 王高知 我是不眼 关注我 下期见